第九十五章 迷雾之城九 羞耻的热度沿着几辆鼓往上爬 煞时间占据了整个大脑 鸡皮疙瘩起了一后背 他撑着最后一丝理智 给自己一遍一遍打气 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 合法行为 合法行为 他的指腹抬着他的牙 哄幼般地贴着他的耳朵说话 出声吧 他忍不住含糊的呼通 妙妙 她缠绵地唤 眸光迷离 凌妙妙茫然望着她 这人看起来好像眉羞眉骚 全无下线 汽水平蓬地打开了盖子 她开始哼记 总归已经摒弃了羞耻心 便故意夸大其词 觉得自己变成了豌豆公主 被她掐了一下腰也哼哼 无意蹭了一下手臂也哼哼 背后垫着衣服 硌得慌也哼哼 妙妙看着她像濒临失控的野兽一般躁动起来 又怕真的弄疼了她 拼命克制自己 手足无措 连眼尾都泛着烟红 心里幸灾乐祸 手指轻快地骂撒她的脊背 像是在顺着小动物的毛 沐生觉得怀里的人真的变成了一朵云 软绵绵 热乎乎还能发出美妙声音的云 恨不得将它拆碎了揉进胸口 又怕它真的一下消散了 只好拿双手小夕奕奕地捧着 耐不住了 便吻一下 舔一下 再放回去 珍藏起来 这是一个男孩 轮廓与慕容氏如出一辙 秀美灵动 美眼生地倒向她父亲 慕容氏带着孩子 在镇上艰难生活 开始时 邻里尚对她关照有加 可是时间长了 家里没有男人庇护 慕容氏的容貌终究招来了祸事 开始时 只是一两个光棍邻居打她的主意 让她言辞拒绝 呵斥几句 尚顾得面子 连连致欠退开 慢慢地 发现他们孤儿寡母 毫无还手之力 便有许多地痞流氓 醉汉毒鬼上门纠缠 慕容氏家里的锁 每天都被不同的人撬开 慕容氏担惊受怕 每天捏着一根长棍 合一坐在院门口 夜夜不敢安睡 她的女邻居们 开始时还同情她 时间久了 便也是她为不祥 阵子上开始有了谣言 说她水性羊花 在外与男人吟 乱 这才被夫君撇下 是个没人要的当 富 此名一出 慕容氏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好几次差点被人欺负 她挣扎叫喊了半夜 也没人来搭救她 身旁婴还大声啼哭 引得临院里的狗狂吠 好事者心里有鬼 吓得连滚带爬地跑掉 她才逃过一劫 慕容氏决定抱着孩子 离开吴方镇 回自己的家乡 可路途漫漫 她走到哪里 哪里都不太安定 哪怕她戴着面纱 揣着匕首 一个窈窕的单身女人 抱着个婴孩 也总是逃不开觊觎的眼睛 车舟行徒 流窜的恶人尤其多 船上有一伙恶匪 盯上了慕容氏 便在一个夜里 几人分工配合 抢走了慕容氏怀里的孩子 强令她屈从 否则便要将孩子掐死 扔进江水里 慕容氏为了孩子 不得以含泪答应 是行至一半 船上脚步切砸纷乱 有两人从廊中经过 高谈阔论 正提及长安的赵公子 高头大马娶了心腹 慕容氏听在耳中 万念俱灰 刹那间仿佛天地失色 忽然婴儿夜梦惊醒 放声啼哭 匪徒们嫌她扰了好事 想要违背诺言 顺手将她掐死 不知是不是恶行触怒了老天 老头伸出指头 指了指头顶 瞪圆了眼睛 忽然红光大作 四人齐齐倒下 煞食死于非命 台下鸭雀无声 慕容氏连好衣服 挣扎着起来 抱着孩子一看 不知发现了什么 当天便踏上返程 回了无方阵 听众们一阵骚动 窃窃私语不觉 怎么了呀 不知道呢 慕容氏抱着孩子 连夜赶回了无方阵 镜子去找了 花哲的老板刘娘 这刘娘 谁 无方阵里的秦楼厨管 为属花哲最有名 花哲里的姑娘 各个角色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既有样貌 又有才情 引得无数达官显贵 不远万里前来风流 刘娘便是那个老宝之最 慕容氏早年与这刘娘 曾有过点头之交 线下走投无路 就去投奔于她 刘娘见了慕容氏 给出的第一个建议 便是让她去把 墙堡里的孩子溺死 慕容心里咯噔一下 与柳福一对视一眼 为什么呀 身后有人巧声问道 林桌人轻轻敲了敲碟子 笑道 那还不简单 她独身一人还算抢手 带着个脱油瓶孩子 算怎么回事 慕容氏不愿意放弃孩子 与刘娘不欢而散 可是她回到家 镇上那几个恶棍地痞 就像是豺狼虎豹 虎视眈眈 慕容氏过得万分艰难 生计也是问题 赵公子已再娶 她对男人已经绝望 她便想 与这样搓磨度日 不如换得个锦衣玉食 好好将孩子养大 就再回头去找刘娘 同意卖身 只求个避难之所 哎 听众们两眼含泪 叹息连连 刘娘对此事万分谨慎 一来 以慕容氏的角色 必定是艳压群芳 超过了花哲里所有的姑娘 二来 慕容氏多多少少跟她有份交情 她也不想亏待了慕容氏 于是 刘娘没有把慕容氏的名字写上玉牌 也没给她起花名 辟了三层最豪华的冬暖阁 锦衣玉食地供着她 是慕容氏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以示与过去划清界限 叫做荣娘 慕容听到这里 猛地猝起了眉头 荣娘 柳福衣奇怪道 怎么了 荣娘 荣娘 她嘴里默念着 摇了摇头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没什么 荣娘接客 只接纳王公贵族 人上之人 须得才貌俱佳 才有幸与她春风一度 刘娘觉得 这样 她算是照顾荣娘了 即便是沦落封尘 荣娘也算是个受人仰视的红姑 只有一点不妥 便是荣娘那个孩子 男孩养在祭馆多有不便 四岁以前还能同母亲日日待在一起 荣娘接客室 托付别的姐妹照顾一下 四岁之后 却是没法实时待在花哲里了 荣娘只得给她些钱 嘱咐她在太阳落山以后 在外面逛 后半夜再悄悄从后门进来 在小房子里睡下 不要惊动其他客人 荣娘待在花哲七年 见过她的人都对她的样貌津津乐道 只是可惜她那样浑然天成的一张脸 隐在农庄之下 没能昭显于世 七年里 荣娘的容貌一如往昔 似乎没有被时间影响 也没有染上风尘气 在权贵之间的名声越来越响 那一年 据说连仙帝陛下也惊动了 借微服私访之名 一睹荣娘芳荣 思 下面的人吸着冷气 陛下见了荣娘 很是喜欢 当夜便留宿在花哲 夜里颠乱导缝时 她顿了顿 所有人都提起了气 不知怎的 偏偏就是在那天傍晚 荣娘那七岁的儿子 忽然违背了母亲的叮嘱 慌慌张张地跑回了花哲 冲进了房门 看到了母亲与别的男人交构的模样 陛下骤然被扰 慌乱之下拿茶杯砸她 那小儿不知是不是吓呆了 竟跪在地上不肯走 一番拉扯 惊动了刘娘 陛下本是来寻欢作乐的 秦楼厨管的夜夜声歌 本就是你情我愿 天下嘉丽 谁敢不在真龙面前笑着承欢 可那小儿用那样一双谋仇恨地盯着她 好似她强强民女 欺辱人家母亲似的 不由地心里隔应 雷霆震怒 拂袖而去 刘娘苦苦哀求 花哲才幸免于难 只得按照陛下的交代 将涉事的荣娘赶出花哲 放她一个自由 可是 花哲才是荣娘的庇护之所 自由于她 反倒是劫难 她带着孩子 在门口跪了三天三夜 刘娘也不肯答应 再收她进来 哎 厅内只剩下此起彼伏的的叹息 于是 慕容氏只得带着孩子 离开了吴芳镇 没有人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只是听说 有人在长安见过她 也不知道 荣娘此后有没有再遇到打人 荣娘就像是无方阵的雾 天亮之后便消失了 像是从未在此地出现过一样 妙妙将拉起被子裹到脖梗上 将自己裹成了一只蚕 滚到了床边 夜色围拢下来 帐子里很快变暗了 她在外面点亮了蜡烛 听说男孩子结束之后 大都没什么兴趣温存 她便趁着她起来点蜡烛的功夫 自顾自闭起眼睛 一个人安生睡了 沐生回过身来 手却伸进被子里 抓住她的脚踝 将她从被子里一点点脱了出来 干嘛 她慌张地扭过身来 她身上披着衣服 睫毛在灯下凝着一点微光 低头吻着她裸 露的小腿 柔光勾勒出她发丝的轮廓 简直美得像是一副名家画作 林妙妙红着脸抽了抽腿 想快点破坏掉这种诡异的虔诚美感 她便猝不及防地稳在了她脚背上 一阵电流逝的感觉 骤然沿着脚背向上 她嘀嘀哼了一声 她便难耐地俯下身来压住了她 双手捧住她的脸 林妙妙眼疾手快 立即抵住她的唇 哭丧着脸 先亲脚背 再亲脸 什么顺序 睡吧 别折腾了 她眨巴着眼睛望着 她 突然发现她整个人的气质 都不一样了 她眉梢眼角带着艳色 嘴唇烟红 飞水银般的眼珠里 水光炼艳 诱人至极 只想引得人去一亲方泽 这真是 真是 传说中的面寒春色 这荒诞的感觉 刹那间让她有些迷茫 刚才被睡的到底是谁 她向后靠了靠 身上的痛楚 又将她拉回现实 一把将她推下去 拉开被子盖住她 假意凶巴巴道 快睡 少年眨着眼睛 无辜顺从地看着她 侧脸极美 她心里一动 忽然无端想起 说书老头 形容慕容氏的话来 人情世故 她多半不懂 她一样一样 慢慢交过来 便像是给一副 未画旧的美人图 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一样 慕容是过了一段 秘里调游的日子 愈发美的惊人 她扭过头 细细端向着 沐生在昏暗灯下的脸 果真惊心地 发觉她的眉眼 鼻尖 嘴唇 以至于眸中神采 就如同被打磨的蒲玉 渐渐升光 越发显露出 从前不曾显出的浓艳之色 妙妙心里咯噔一下 一阵无端的难过 慢慢地拱到了她怀里 伸手搂住了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